哈囉,大家好,我是Holly 那今天是2020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12月31號 那我就想說來記錄一下 因為待會我準備要去高雄 今天氣溫只有8度 是非常的冷 已經到板橋啦 好吃嗎? 好吃,好吃啦 你不要拿魚啦 你看,吃吃 啊,那個裡面包什麼? 這裡面包什麼? 有啊 魚頭 嗯 那你喝什麼? 磨鐵咖啡啦 磨鐵還是拿鐵? 拿鐵 阿說什麼? 這個不能讓我走 卡鏘後載是什麼意思? 卡鏘後載就是戰壕 不是戰壕 嗯 我們有車嘛 都這邊耶 對啊,有車,這邊就有啊 對啊 然後我們現在呢,已經進來要等高鐵 然後準備坐車到高雄啦 然後準備坐車到高雄啦 我去... 你出去一桌有開心嗎? 當然有開心 小時候有很久嗎? 嗯 戴口罩啊 沒有出去一桌 沒有變老人癡呆啊 什麼老人癡呆? 有沒有憂鬱症 為什麼? 有什麼? 要吃酒在中間嗎? 要吃這待你出好了啊 要吃這待你出好了啊 對,我就這樣 那你又要吃這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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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就... 不然 就... 有氣 真的 真的 衝撥 呢 我們現在到高雄了喔 阿嬤妳看我姐姐 阿嬤開心喔 有啦有啦 開心喔 阿嬤開心喔 有啦喔妳是開心的問幾個 沒有我打錯 妳是嗎 我打到我阿嬤的手機 我打到妳的手機耶 對阿妳要看我 阿嬤你怎麼這麼久 白天的 我覺得高雄一樣超冷的 超級冷 來看一下今天溫度多少 現在高雄的溫度是16度 比台北溫暖蠻多的 但還是比較冷 我們現在在那個 高雄的東港漁港 然後我記得很久之前我有來過一次 那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畫面是 那時候我看到有一個漁船 然後他剛回來 然後我就看到蟹貨 我就看到非常多的魚翅 然後鯊魚 甚至是 母鯊 牠裡面懷胎 然後 裡面很多 牠肚子裡面有很多小鯊魚 然後反正我就拿起手機拍 結果那邊的工作人員 他就跟我說 欸你有錄影嗎 還是你有拍照 那如果你有錄影跟拍照的話 你一定要給我刪掉 因為這邊是禁止錄影的 然後我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就還蠻印象深刻的 鯊魚 鯊ному 鮟魚 C 鯉魚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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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現在剛剛吃飽然後準備要離開啦 外帶 媽媽,我叫爆喔 感覺很棒 我們現在在恆春車城牡丹香 是屏東縣車城香牡丹風情溫泉行館 首先一進來,你會看到一個鏡子 然後還有一張感覺是按摩的床 內部的話就長這樣,這邊還有一個電視 裡面的話就是一個馬桶 然後這邊就是放熱水的地方 可以讓你們泡湯 不算太高級,但也不會到太簡陋 那我就先去享受泡湯啦 超舒服 現在要回去那個高雄 阿嬤,泡我的床有漂亮嗎? 有爽嗎? 有啦,很爽 很爽喔 很爽啊 很爽啊 很久沒這樣啊 對啊 明天還有耶,你還有三天,五六日 五六日 對阿 五六日,要回來看我們好心 你只要看蚵仔麵喔? 對啊 蚵仔麵在哪裡? 六港 六港喔 對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日式甜點店 它叫做折 大陸 待會十二點的時候,我們會去海邊看煙火 跟各位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你們可能看不到煙火了 因為現在在下大雨 我現在在異大世界外面 然後這邊就開始放煙火了 因為我們進不去 哇,好漂亮喔 現在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首先一進來,你會先看到這個櫃子 那這個櫃子呢,就是裡面可以放你的衣服 這邊還有一面鏡子 還不錯 接下來呢,我們走到廁所的部分 首先你一進廁所,你會先看到一個非常大的鏡子 那它基本上是我的三個人吧 一、二、三 還蠻大的 這種大鏡子我非常喜歡 超自然 這邊有沐浴乳 然後還有洗髮精的東西 然後像這個呢,就是 像這個呢,就是肥皂 沒錯,刷牙的杯子 那吹風機 這是吹風機 接下來看到裡面 這邊是做一個乾濕分離的一個浴室 就是洗澡在裡面 然後 外面就是可能吹頭髮刷牙 甚至是上廁所 一處 大概就這樣 整體來說我覺得算OK 接下來出廁所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 有床 有單人床 就還蠻OK的 然後這邊啊,就是窗戶的景色 就是早上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非常高級的 非常高級的住宅 這邊的話就是透天 一整棟 那今天就這樣啦 掰掰 明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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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